卢令令,其人美且人 卢令这首诗歌,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它描写的对象是一位青年的猎人和他身边的猎犬 卢令令,卢是指猎犬 战国册里就有记载,韩国卢,天下之郡犬也 意思就是说,卢其实是当时韩国的一种名犬 这种猎犬是当时天下数一数二的郡犬品种 我们如今形容犬类品种优良,还经常有成语说 韩芦宋雀,其中这个韩芦指的就是春秋时期 产于韩国的黑色的猎犬 而宋雀是指另一种黑白花纹的猎犬 它是产于宋国的 这两种猎犬都被誉为是当时天下的集犬 反应敏捷,速度极快 极其适合辅助猎手来进行捕猎 令令是指猎犬她的脖颈所带的金属的颈环碰撞之身 那是什么样的金属在碰撞发出声音呢 接下来诗歌第二章的手句,诗人就给出了答案 卢重环 重环,毛诗里就解释说 子母环也,就指在一个大环上,再套上一个小环 可见令令的金属之身正是来自于猎犬脖子上的金属的环式 那末章首句就讲到卢重环 其实讲的也是猎犬脖颈上所带的相环 但是和重环不一样 唐代的孔颖达就解释说 重环与重环别 一环贯二,为一大环贯二小环也 什么意思呢? 就讲重环它指的是一个大环 上面套着两个小环 其实它本质跟重环差不多 只是款式有所不同而已 那这样的相环套在猎犬的脖子上 随着猎犬的奔跑就会发出悦耳动听 如同银铃一般的金属之身 而且我们读者可以看到诗歌分别三章的前一句 诗人在文学上也是特别用心的 首章前句并非直接的画面的描写 而是通过听觉声音的铺垫 未见其物,单闻其声 这样来开篇可以说是极具新意的 充满了一个文学上的悬疑之感 我们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 一定会好奇是什么东西 在发出如此清脆悦耳的灵灵之身 然后接下来两章的前一句 再接着描写猎犬所佩戴的精致的相环 解答了这个声音的源头所在 可以说是下笔巧妙 那在诗歌三章前半句的描写完猎犬之后 诗人就要开始正式描写猎犬身边的这位猎手 诗歌三章后句就分别写道 奇人美且人,奇人美且权,奇人美且猜 那这三句字面其实很容易理解 每一句只是变动了一个字 奇人美且人是指这位猎手 长得漂亮又俊美 为人也是人善温厚 那接下来第二章 奇人美且权 权这个字通权 是指权勇威猛的意思 那诗歌末章讲 奇人美且猜 猜是指人多才能干的意思 诗歌的前三章 除了赞美青年猎手的俊美外表之外 其实我们看还从他的性格温厚 勇猛威武多才能干 三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表达了诗人 对他的意美之词 可以说是文字非常的简练到位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 回归人生初心 感谢您的诗歌的完整